当地时间5月11号上午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北海道渣谎下榻饭店 出席中日省长知识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出席 李克强表示 中日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和平稳定与繁荣 双方应根据中日四个政治国木林友好合作 地方交流合作是中日关系的 推进两国民间友好的重要渠道 此访期间 中日两国政府达成诸多合作协议 为两国地方和企业深化合作 创造了条件和空间 双方同意开展创新发展合作 建立创新对话机制 逐步推进两国在高技术 以及在应对人口老龄化 医疗卫生等适应经济社会发展 和民生需要的领域开展技术 经济互补优势 共同开拓第三方市场 合作形成更强的竞争力 避免恶 这将便利双方投资人员往来 和应对金融风险 希望日本企业用好这一工具 积极扩大对华投资 李克强表示 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上 习近平主席明确表示 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 在这一进程中 中国地方省份 愿同日本地方 加强高科技 高端制造 现代农业等方面对接合作 欢迎日本地方企业 积极参与互利共赢 安倍晋三表示 日中两国友好城市交流不断发展 目前两国间建有360多对友好城市 成为两国和平友好发展 中日双方12名省长和知事出席论坛 抵达渣谎的 并在渣谎下榻饭店 会见了日本北海道知事 高桥王毅和立峰参加上述活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